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接下来的主题是爬虫与爬虫的干货 由蔡根源讲者主讲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大家好 我是根源 我今天来给TOK是爬虫与反爬虫的干货 等一下会环绕在就是会不断的讲述爬虫跟反爬虫之间要怎么运作 好 那我现在是 OK 那我现在是在高山银行的工作 OK 然后我大致上在做事情 最近这四年都是在做Python for各种的自动化 不管是爬虫或者是建模的自动化 收集的资料 或者是建模 之类相关的 或者是桌面自动化 OK 那刚出社会三年呢 主要是在做有关ETL Hadoop相关的做一些资料处理 然后蛮擅长做视觉化的 OK 那如果总结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应该算是爬虫 所以如果可以传输这些经验来说 对应该算是有快七年的经验 然后中间会花一些时间跟精力在做一些资料处理 所以对Pandas会蛮熟悉的 然后接下来我只能说自己是stake of flow的工程师 OK 那最后最近七年几乎都是在写Python 而且持续在学习中 如果有一些 如果你有些好玩的爬虫的问题 或者是Pandas相关的问题 欢迎扫着QR call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好 那么爬虫与反爬虫 刚刚我们大致上会讲几件事情 OK 我一开始会先讲一下 爬虫西走势 大致上是环绕这两个套件 一个是生理念 另一个是request OK 然后会先从 最简单的就是你可能一到那网页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资讯 OK 接下来是讲述说 那你可能要先到网页 然后做一些查询 OK 可能输入一些资讯 新北市巴黎区 OK 然后再爬虫 然后再收集 现在萤幕上搜寻到的资讯 OK 那可能这相对更麻烦的 可能就是他需要你登录之后 你才能做查询 就是你要爬 你要收集那些资讯是在你需要先登录 然后再查询才得到的资讯 OK 那中间就会讲解一些 就是这三种不同的爬虫 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你可能需要提交一些表单 OK 然后你可能需要破解他的登录了 或者是不要说破解 应该算是逆向 那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验证码 语音的验证码之类的 OK 然后可能就讲述一些 Chrome option相关的一些用法跟特殊案例 以及开发以外的事情 OK 特殊案例我觉得蛮酷的 就是有些网站 不知道怎么设计 蛮厉害的 就应该算是我目前遇到最难的 好 那我们后续会再讲解 好 我们一开始就会讲到说 那爬虫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是Celine也就是万用 而且门槛低 那Request就是效率 OK 那Request还有一个好处 后面就是 后面会讲的就是 它比较不会受一些 JavaScript的影响 或是PopUp的一些视窗影响 等下会讲一些为什么会这样 OK 那爬虫的结论之一是希望所有一起 就有在玩爬虫的人 就是要友善包容 对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礼貌 我们不要把人家网站用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用坏了 那你就影响另外一个在爬虫的人 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他人也包含 其他爬虫开发者 以及网站的维护人 因为大家都工作做 我们不要让大家没工作做 对啊 而且你哪天用坏了 或者是被ban了 你也没资料爬 所以整体上最好中单就是你爬一个 到一个甜蜜点 就是你不会把人家网站用坏 然后你又可以收集到你要资料 然后你又不知 就是你没有让对方感知到 就说 现在网页流量其实是爬虫 而不是真的人 好不好 然后最后有点坏坏事情就是 我推荐Rocos这个套件 你可以去测试对方的极限 你测试到你自己的极限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但是你要小心不要被ban 好 那题目是爬虫跟反爬虫吗 那反爬虫我就先讲 就是说反爬虫有个就是要做事情就是制造障碍 我觉得反爬虫有一个比较酷的就是制造障碍 你怎么制造障碍 但是制造障碍之前你可能要先想一下 你在制造障碍的过程你可能会影响使用者体验 OK 所以你可能要衡量一下 制造障碍同时你又要有好的体验 然后又可以去反那些爬虫 好 那你大致上我觉得最从最难到最简单的 对于爬虫来说我觉得 OK 第一个最难的就是选图片 或者是加减乘除 就它的验证是包含加减乘除要运算 就是它需要人的智慧是相关的 好 接下来就是普通验证码 可能就12345678 然后各种转 波浪加一些浮水印 让你很难做验证码破级 但我觉得这还还可以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点 就是不要用文字呈现照片到域 pdl 就是说这比较吊诡一点 就是你在做网页的时候 你不是有可能就画一张table 你就是用HTNL一个table Tag就可以把它显示 对不对 那你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这些table 把它转成照片 或把它变成pdf 让那个爬虫 不要直接取到里面的纸 文字 那你目的就达到 大致上 大致上它的爬虫过程只要 辨识率没有那么高 那它就导致它的资料是错误的 那它就会想办法 它你就等于说你制造出一个障碍 那它跨不过来过去 大致上我觉得知识可以绿掉超多新手的 因为它可能还需要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背景 或者是它很很常在stave follow上面 找到一些工具可以用 好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查询 结果就是能够提供资讯的结果的地方 都把它藏在登录后面 也就是说你就要别人要爬你的网站 你可能都要先做登录 OK你登录可能又绑一堆注册流程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个重点就是 如果你要挡登录 然后才能查询 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查询那个页面 一定要挡cookie或header 等一下会讲一个例子 就是它就是只挡登录 就是你登录完之后 我直接去反解 登录后面那个查询的页面 我就甚至后面就连登录都不用登录 对 然后查询与取得结果异步 就是说 这只是制造麻烦 就是说 你就故意设计一个查询的页面 它查询完之后 可能是一天之后 或者是动态时间之后 还要再到另外一页面 去取得刚才查询的结果 OK 我可能查询 最近一些统一编号的新增或删除 然后可能要在两天后 才能到这个另外一页面 取得结果页 就取得说 OK 我上次查询结果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时间的delay 让那个开发爬虫的人 就是很痛苦 但是这个可以使用程式就解决了 就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接下来 如果你想要 你觉得你被爬虫都是因为 Snelian的话 那你就是 用一种方法 就是你就随机微信注册的问题 或者是随机执行一些alert 让它的爬虫在过程中出错 或是你pop out一个DIV 就是把萤幕遮起来 然后让它在click操作的时候会出错 好 但是我后面会讲一个方法 是这个几乎是无效 OK 随机问说 你对request来说几乎是无效 对Snelian的话 就几行程式应该就解决了 然后我所谓的动态HTMLXPASS跟ID name Take name 这是因为我曾经在操作一个 好像是Ajo DevOps的网页 它的 它的排版酷 它的ID啊 或者是name 或者是take name 它都动态的 OK 那动态的话 我就那时候想说 那怎么解决 后来发现 XPASS真的是蛮了不起的 就是它很多语法 你熟悉之后 大致上这些动态的XPASS ID啊 name都能解决 好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是制造障碍部分 就是 你同时要兼顾你的使用者体验 然后又想要反爬送 但是如果你真 你真的要反爬送的话 你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能要分析你 最快的方法就是用GA OK 买一下 买一下那个checking 然后去看一下说到底你家流量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或者是你直接去分析你的log OK GA 我昨天投影片可能没有讲到log 昨天只有写到GA 因为我发现GA有个有个bib 就是如果你用request去 爬人家的网站 那GA是感受不到的 GA是不知道你这个流量 对 所以你GA你可能 如果你用GA的话 你先天就直接是没办法 没办法知道说哪些人是直接用request的 Zson文到你家 你感知不到 对 但是那比较无脑嘛 你只要查上去之后 你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去知道说OK 假设我现在是银行 对 我现在是银行 OK 我发现我家的流量 我提示一下 就我家流量 奇怪 每次都在外汇那边 就是各种汇率的那个网站 流量怎么那么高 其实我在想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觉得那个 那个 TOP1的流量竟然是外汇 你真的 那里面 你怎么知道 那里面都是人 那肯定都不是人 里面大致上搞不好 几乎99.9% 全部都是机器人 因为一定会有人做一个网站 就是说OK 你到我网站 我就可以显示 所有银行 或是所有各种汇率的差异比较 对 所以他势必要先去爬你网站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接上那些高流量的 真的是人存在 在里面 而不是机器人 好不好 所以你真的要阻断的话 你就是去分析你流量 不管是用Gate或Log Log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你要去观察那些流量 观察到你觉得怪怪的 你就直接变到IP就对了 如果你真的要反爬虫的话 对 但是我建议的方法就是 OK 你也希望各位先进 就是让 就是爬虫开发者也有工作做 对 千万不要把那个IP变掉 对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什么 你分析到那些流量高的 像假设我是银行 OK 我现在我发现我家的汇率 OK 然后流量很高 哎 那为什么你要让人家爬勒 你不如就是open 这支API出来不就好了 两套杀 这样不就双赢 而且有流量的地方就是金钱的地方 你应该把这变成API 你让你 你只要转成API 那你整个网站 Slowboot都会减低很多 为什么 因为你光是开个神灵 你那些图片 照片 都会一直有流量 在飞来飞去 那你不如就是直接转成API 那个流量才一点点而已 你只要想办法把那些 你就是要制造 挖一个洞 给那些爬虫的人去跳 那你真正留在GA上那些流量 那就是真正的使用者的流量 OK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好 爬虫的七首是神灵的request 就是从我们从一开始讲起 如果你是新手 我建议你就是用Windows加Chrome 加Juil Notebook来开发 非常推荐 一定要这样 等一下来证明说多简单 好 假设你今天想要到玉山银行的 就是你想要去爬玉山银行的 信用卡财务揭漏资讯 好吧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一开始你可能是人工到这网页 然后你会发现说 你想要到公开声明这边 然后你可能就会选信用卡 那这边搜寻财务 OK 然后你机器人可能是这样写 然后你发现说你要去点这个 但是我建议呢 你以后研究完这些 这是你要到的页面 对不对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网址复制贴过去 直接去到这网页就好 你不要前面再操作那些 是无所谓的动作 好 好 接下来你就是 OK 如果你今天爬的是这样 像这样子的一个table 就是html table 就它都是用文字显示 那这种就是蛮简单的 为什么呢 你其实你只要会 你就去把那个pandas的套件 投 那input进来 然后你直接无脑用readhtml OK 然后取得 中间只要把你那个browser的page source 挥进来 OK 无脑取第0个table 你就可以直接取得里面的资讯 OK 这就是你第一只爬虫 其实短短几张程式网路上都有资料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跟我讲说 刚刚不是讲了 你会遇到一些动态的 动态的资讯吗 或者是你 里面有不止 不止一个table怎么办 那 新手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在做 哎 在反爬虫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 哎 爬虫人都在干嘛 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选到 那个元素 OK 不管你是按右键检释 还是用这个去选 我选到之后 我就会到我那个头 source整个涵盖table的资讯 去copy 右键copyxpress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到这边把这个xpress贴上来 我们就可以去取得那个我们要的资讯 也就是说我刚才有讲过 你想要破坏一个爬虫去爬你家网站 对不对 你以后你在这边 我说 如果你有这个心理去影响它的话 你以后你就在这个网页这边多一个空白的DIV 对不对 让他这个xpress的流程跟路径是错的 那他今天他可能那天你上线之后那些爬虫都会坏掉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有没有办法成功 好 我们就把这个xpress围进来 然后fine element by xpress 然后再把里面那些html转出来 然后把它围进去我们的Pinus的readhtml 好 一样也是很简单 完成 好 刚才我不是就讲说反罚蟲 你就可以在你网页吗 你在这个网页上面加一些无谓的DIV 其实使用者体验不会影响 因为它空白的不会显示什么 但是你真的新增一些无谓的DIV 其实会影响爬虫 而且你会滤掉那些新手的爬虫 因为新手爬虫是这样 Copy这个xpress贴过来 你只要新增一个DIV 然后你就把它毁掉 毁掉后这边有给一个简单的做法 xpress写法超级多的 就是说我刚刚不讲说你不想影响使用者观看东西 那你就你势必会有一些资讯是固定的 像这边项目这边就会写项目 那我就会用文字 xpress写法去找说还有这个文字xpress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效果也是一样意思 所以大致上我只能说就是xpress无所不能 我觉得蛮厉害的 目前xpress都可以解决几乎所有任何动态 动态的问题 也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些用动态 xpress id name tick name 其实都可以解决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下昨天研究 就是如果你想要直接去 你想知道 OK好 就说像我们到这网页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其实他有做一些动作 像是这个 就是他会做一些fetch的动作 对不对 你想要爬这个fetch的结果 假设你要爬这个fetch的结果 你就直接右键copy sfetch 然后把这个资讯添过来 OK 然后就直接执行 好 那我这个执行 我稍微加料 把资讯耳乐出来 好 那就会像这样 也就是说 我有办法取消他的值 那后面说 我不是刚刚有讲说 我没有耳乐 就会去阻挡人家的 那个partum 但没办法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接下来 有没有 取掉 而且我还取到里面的值 好 那 假设 我刚才不是讲说 还会可以 pop out的试装 假设这叫pop out的试装 这个 好不好 他影响让你操作 对不对 那没关系 神力也可以直接把他删掉 怎么删掉 像这样子 删掉 有没有 刚才那个删掉了 再试一次 假设他挡到你的视线 挡到你 那个神力也在爬虫 你就直接把他删掉 就删掉 他完全不会影响你 好 那 刚才不是讲 replay其实很有优势 好 什么优势呢 就是他完全不受这些 因为他得到是一个文本 什么意思 就是他得到是这个文本 他根本不会弄那些图片 所以他只要把东西 该取的东西取取到 他就结束了 然后我都是用Beautiful Super 来取这些元素 OK 他搜寻方式大同小异 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然后一样用PD 我们把readHTML 列进来 然后一样直接取到 OK 然后你要塞Express也行 细节可以再看一下 好 那 为什么我说replay的效率会相对好 因为他其实他就少漏一些照片 而且你不要让人家网站 对于爬虫来说 你已经不要让人家网站 漏零太重 说真的 平均来说 你随便同个网站 像刚才那个信用卡的 信用卡的财务揭露资讯 就是光是平均就少了 快0.3秒 好吧 好 那表单的登录与破解 更简单 因为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应该把插询跟 插询跟结果分开 之类的 好 那假設我们今天要爬这个资讯 那我们可能人我们人体就是做这件事情 要搜寻一些资讯 然后在这边选一些状态 然后按查询 嗯 查询 喂 等一下哦 好 你可能就是要做这些查询 然后看一下他的状况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说 那你这个 他到底背后做什么事情 然后经过研究 然后你会发现说 OK 他可能做一个poster 然后把这些资讯丢进去 有没有 这边fondata 按钮把这些fondata 附置贴上 来到哪里 到 OK 这是刚才那个 如果手工做的话 怎么做 好 那如果你的 你用request要怎么做 你就把刚才那个黑的配偶 直接贴进来 你有发现吗 这个资讯我没改过 啊哈 一样会运作 也就是说 这个网站 他的那个 csrf的token 根本就没有改 你就一个 一个用到保 所以如果你要挡人家 爬什么 记得 这个也要挡 就一次性就好 就不要让人家用一堆子 像这个就可以用一杯子 很棒 这是哪个网站 工厂公开资讯 什么资料查询系 好 下一个 好 我刚才讲 有人挡你 你要嘛就绕 最好方法就绕开了 就不要去跟他 我们的一碰一 怎么讲呢 像公开资讯 关注站 三公资讯 登记好了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去搜寻一些 一些公司的资讯 像是这样子 同编啊 公司状况啊 公司名称 OK 那我觉得相关的话 我建议你就是优先去找 API 提供方案 怎么说呢 像 工商啊 你可以去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 应该说不只是这样子 你可以去找说 看有没有相应的API 就可以解决 然后这边就一些范例啊 很棒啊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想要 就是如果你发现流量高 你就把它转API就对 然后就发现说 其实得到资讯差不多 而且你又方便 就一个API就结束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先看能不能绕过 能绕过就绕过 没有绕过 再想办法 好 那 还有更酷 就刚刚不是讲说 就是你记得 你挡完人家登录之后 你一定要去挡后面 查询结果页的地方 一定要是登录的状况 我可以看一个很酷的 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不是要登录 你看我随便挑一个 随便挑一个 OK 然后他就说什么 安控元件不存在上安装 OK 那个时候是研究的时候 是我手工登录进去 然后研究半天之后 发现说 他后面要下载东西 其实根本没有挡 没有挡 但是实际上人这个地方 被操作的时候 就是要先做这个网站登录 登录完之后 到一个阶线 我要搜寻了半天 然后 直接去取 要去下载一些资讯 这就是我要下载的资讯 OK 下载什么 你们不用知道 没关系 但我就后来去研究 发现他的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登录 然后甚至一个request 就可以直接得到我要的东西 然后发现他都是用网址 就可以取得了 这就是以前在爬人家 那个漫画网站的方法 但后来漫画网站的图片 都是有hash过 就你要 你没办法用拆的 OK 那像这就是用拆的 第几集有吗 第几页 好 下一个 好 只能求到最后觉得 就是真的可以登录的 但我觉得很酷的是 为什么 我在我的payload里面 塞账号密码 就可以登录 OK 我把他那个domain换一下 他实际上 domain不一样 我只是把层次copy过来 然后把domain换掉 但他层次架构就是这样 我把他登录直信塞进去 然后就登录 OK 然后在后续你再去做那些 你想要做的事情 OK 然后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用request 直接能 登录 然后再操作的话 你就维持同一个session 去操作就好 如果不行 就是 你可以用的方法就是你 senlinia先登录 然后复制他的cookie 然后再用request去炸他的后台 然后这边就给个范本 就是你到 这一样是用同个范本去打到一样动作 就是我到某个 i love python的网站 登录之后 这就是senlinia的操作 我最后把他的cookie复制过来 然后直接塞进去我request 然后我发现说OK 我就可以继续运作了 你就说 如果你发现说网站登录页超级难破解 那你就可以先用什么 你就可以用senlinia先 先登录 因为senlinia写登录很简单 但你要逆向request很麻烦 但没关系 你可以用那你就可以结合 如果你两样都会了吧 你就可以先senlinia登录 然后再用request把它打爆 不要打爆 好 最后来讲一下 验证马大王 OK 大家就记得keyword就好 就是tether去研究一下 就很好用 但是它可以解决很长一段 很多验证 OK 那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 你可能要会一点点 senlinia跟dark 跟caris 你就可以 像我 我就是如果有些不能解决 我就是用tether去找一些 把他的那些光处子收集下来 然后再把它chain一个 caris的模型 然后到时候再拿来用 OK 那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 好 那这个版本就是 我们会到 我们就是到这个网站 喂 但这边有个登录 然后这个验证马 好像很难 你的tesla 只要敲下去一下 你现在要搞定了 你看有准吗 我记得在几个影片就会解决 像这就解决 你就登录成功了 好不好 对 细节可以再去看 但大致上 不 不 不超过tether就会解决 OK 那只有就是比较麻烦 像我们还要解决 就是 跟 就是它可能有 像这种比较难的 就我刚刚讲 我可能用tether先 因为它网站一定会告诉你 有个绝窍 就是它网站会告诉你说 你哪些 验证码有过跟没过 所以你可以用tether去戳它之后 把那些过链证码当作光处使留下来 这是最重要 把光处留下 你三天收集了 1万4 1万5 6万个 train set 对 你再用 Keyrax再去train一发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模型 然后你再拿这个模型 这个就是我在拿那个模型来 做预测 OK 它这个怎么办 我觉得是查 进出口资讯吧 OK 065 对 他一开始如果你用tether的话 大概10次只会进去一次 然后我再用这个方式收集tether 收集光处使三天收集完之后 我再用tether圈的模型 再把这个模型转移到windows上 那几乎就是百方百中 就是一次 每次都是直接一步就进去 OK 后面特殊案例来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你有遇到 就是你要到某网站 OK 然后你就被挡 像这样子 好 有个方法 就是要记得很快很快 你用subprocess去启动一个chrome的pass 刚才讲了 就是你光是到那网站都有问题 对不对 那很快 你就直接用这个方法 去启动一个自己本 自己的 chrome driver的server 然后你用这个方式 去连线到他 OK 连线到他之后 你再去操作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你爬到他之群 这是相对比较酷的方法 OK 细节你可以再去研究 但大致上就是 你就是在启动一个新的 嗯 chrome driver 然后他是跟更真实的状态 更逼近 也就是说 要讲这件事情 只要只是要讲 传达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 你大致上只要是人 可以到那网页 OK 人可以到那网页 这个网站酷的地方就是 你人 你人 就你人随便进去就进去了 有没有 我一样假设 我就在爬他的财务资讯 OK 然后 那 我爬这财务资讯好像很简单 然后我就可能就 我就 我的 我的 我神 我神迷你也可能就到 一样到了网站 然后他就发现说 很厉害啊 他说 他知道说 哎呀我是神迷你也 然后后来就我在思考说 到底要怎么绕过他吗 啊明明 你看 人明明到这个网站 就是一步就到了 对吧 为什么神迷你也不行 不过我没有研究出为什么 但是我 后来 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你其中一个 Local的Chrome driv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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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r 对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Chrome 的option 设定一下 你就联系过去 OK 最后 OK 最后 分享一下 如果你用 啊 好 先直接讲 就是如果你 你不知道把你的 塔丛部署哪里 你可以用gear 选 还蛮方便 然后如果你家有人在handle Aerflow的话 你 我是建议你爬通 放在Aerflow上 比较好使用 然后如果你想转移你的 爬通给 Windows使用者 你可以用PiInstall 把它包成一插一 好 最后呢 你用任何有趣好玩的资讯 欢迎来 请来讯 这是我的QR Code 那我今天的演讲 就是到这边 你的音乐 就是 你的音乐 我可以把你发现 的声音乐 我可以用的 好 我可以用的